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最正的一個Atlantic City 所以他是很多年 可能是過億年 這樣受到這個 海水風雨的侵蝕 所以他的沙是非常有勢的 還有海岸線是很長 多長我就不知道 但起碼都有十幾二十公里 那去Miami Beach 就不只是一個Bitch 他旁邊有South Beach 其他的Bitch 每個Bitch都有不同的酒店 食肆 形成一堆堆的Bitch 好像香港的深水灣 淺水灣 中坎過 赤柱 但是 它是特別的地方 它是所有的Bitch 都是在一條直線那裡的 所以這條外面 那條馬路 叫做Collins Road 它是從頭到尾這樣伸展出去的 差不多是 整個海岸線 一條直線這樣去cover了的 那這間酒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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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最大的賣點 就是最正的Miami Beach之外呢 那這間酒店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大小的店 現在呢 是晨早 六點都未夠 那為什麼這麼早就現身呢 是不是分不著呢 當然不是啦 因為 因為 這裡是 Miami Beach呢 是對正 Atlantic City的東邊 那Miami呢 基本上呢 是 沒有烏雲的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非常之理想 去看日出的地方 我 我是很喜歡看日出的 差不多去到每一個沙灘 我都是會 找個時間 晨早溜溜溜 五六點鐘 就起來了 希望看到一個很美的日出 在我人生經驗裡 最美的日出呢 我就是和Sam一起看的 那次呢 就在布吉島 一個半山上面的酒店那裡 和一班波友去旅行的 那剛剛呢 有一天早上呢 那我約了Sam呢 就 晨早溜溜 就打網球 那打網球之前呢 就是吃個早餐 那我約了他 他 不知道 好像是六點鐘左右 就 早點起床 吃個早餐 那然後呢 才去探網球 那 剛好呢 那個 餐廳呢 又是最正宗的 所以呢 就看到一個非常之美的日出 我相信今早早呢 我也是會看到一個很美的日出的 這間酒店呢 除了它的位置非常之好之外呢 它是很特別的地方呢 但是我又是很注意的 對了 就是它四周圍呢 都是白色的 現在呢 由於燈光的影響呢 看上來呢 就好像是五光十色 其實呢 這裏呢 主要都是白色的 酒店外牆呢 是白色的 地下是白色的 地下是白色的 我很喜歡白色的 我很喜歡白色的 小學那時候呢 我的校服呢 是白色的 甚至乎中學那時候呢 那些校服呢 那些校服呢 都是白色的 所以對我來講呢 呢 白色呢 就是代表到 青春啊 和充滿活力 最重要呢 就是 童年 和青少年呢 他們呢 他們是充滿了 希望 夢想 和幻想 我本身呢 就是dreamer來的 我滿腦子呢 都是充滿著 夢想的 入到這裏呢 他那個顏色的主條呢 都是以白色為主的 入到這裏大堂呢 都是白色的 摩檸 上次新的制服呢 摩檸 都是白色的 看吧 廚厚的 注釋呢 也是白色的 來吧 吃了 好 我喜歡 吃了 吃了 連這些花瓶的設計都是白色的 當然如果白色再加一些不同顏色的點綴 尤其是這個藍色 那我就更加喜歡了 所以來到這間酒店 令我最開心的就是它的顏色 謝謝 你歡迎 我還有一樣的衣服 這是最新的設計 你去美國開設嗎 你去美國開設計嗎 我去華盛頓電視 Have a nice day You too Thank you 這裡外面一來到 這裡就是我房間的樓層 這裡呢 是有試巴的 我房間呢 就是蓋正那個 試巴房的旁邊 你看看房間 房間都差不多全部是白色的 這個設計呢 都是幾trendy啊 這個房間就不太大 但是設計呢 就幾潮客的 這個地方呢 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陽光與海灘 和水上活動 我喜歡陽光與海灘 我相信呢 如果和阿麗來呢 我們就不會停留很久了 可能停留一兩天 看看就走 有一件事呢 阿麗更加不喜歡的 因為 它有地下鐵的 但它其實就不是地下鐵來的 它是地上鐵來的 還有呢 那些地鐵呢 是有很多些大玻璃的 當然了 它是為遊客著想的 讓 遊客可以有很多 陽光與海灘 感受一下陽光 但是我相信 Cherry就不喜歡這種地鐵了